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我要教大家做一款组合褶纸 海螺 川奇闽盒设计了一款川奇卷背 布什之子把它改成了用四个单位褶出的卷背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褶的这款海螺 这款组合海螺和川奇卷背相比 外观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因为是组合褶纸 所以难度比川奇卷背降低了很多 而且还可以在颜色和成品大小上做一些灵活的变化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褶出一只组合海螺需要用到四张小阵方形纸 那么我这里就把一整张20x20厘米的珠光手指 裁成四张小阵方形 这四个单位的折法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从一个单位开始 首先呢 朝下的这一面是会成为最终的卷背的颜色 所以呢我把这个有珠光的颜色朝下 先沿着一条对角线对折 打开之后 这条边和这条边都向着这条对角线折一下 之后呢看到这里 这条边往上折 折到这个边和这个点重合的时候折下去 就是说往上折一个平行线 这边也是一样 这条线往上折 折到这个边和这个点重合的时候按下去 那么再折这一步的时候呢 这条边的宽度是可以自己决定的 如果这条边折的窄一点的话 最后折出来的海螺的大小就会稍微大一点 如果这条边折的宽一点的话 最后做出来的成品就会小一点 那么我现在就是中等大小 折成这样之后呢 沿着这条中线把整个给折起来 之后把这一条给翻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捏出来 这里向着这条边折一下 折成这样之后呢 沿着这条边把下面这一小半往上折 因为我这张纸有点厚 所以折的时候呢 需要费点劲 最后打开 再沿着这条边 把上面这一小块往下折 这里的这条折痕呢 最好要折得比较的深一点 到最后组装的时候就会比较好组装 之后呢 翻到背面 一定要翻到背面啊 如果没有翻到背面直接折的话 到时候等到组装的时候会傻眼的 然后呢 这条边 向着这一个折痕 折一下 然后呢 这样折 这条边 朝着这一条 折 就说这样子 把它给翻过来 折下来 之后都是一样 这条边再往这里折 都是一样 折到最后 没办法再折维持 每一个折痕都压得结实一点 折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最小的一块这么小 之后呢 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 得到的折痕是这个形状的 这样子的 然后呢 这样就一个单位就完成了 之后呢 再把剩余的三个单位都折成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这一只黄色的海螺呢 用的是和棕色的海螺同样大小的纸张来折的 但是呢 在折这一步的时候 黄色的海螺折上去了大概三分之一的宽度 也就是说比这个棕色的折的要窄了一点 所以说最后棕色的海螺折出来 应该是会比黄色的海螺要小一点的 A moment later 好啦这样子四个单位都折好了 可以看到左边两个呢是珠光的 右边两个是没有珠光的 这样我打算两个两个交替者来组装 那么组装的时候呢 把左边的放到右边的上面 放的时候 左边的这一条折痕对准 右边的中间这一条折痕 这样子放 也就是说 当这个点 对准 右边的这个点的时候 这样子放上去 那么 这条折痕和底下的就对齐了 然后呢 这个边也和底下的这条折痕对齐了 就是这样子 把两个单位给放到一起 然后接下来的两个单位也是一样 然后接下来的两个单位也是一样 左边的用手捏好 然后呢这样子放上去 最后一个也是一样 要注意底下这个点最好要对准 然后就这么放着 之后呢手还是要捏着啊 现在就是斗地主的时候捏排的状态 现在把最右边的这个单位沿着中间这条中线把它给往下折 折的时候呢可以发现就是前面的倒数第二个单位的这一小半和倒数第三个 就是左边属第二个单位的这一小半都会往左折 就这样子把它给往左折起来 这样子往左折一下 其实这一步可能摊在桌子上做的话更加好做一点 那我就摊下来了 对 这个右边最右边的一个往左折了之后呢 左边属第二个这个单位的中线 连着这条线 把左边这一半往前折 折成这样 之后拿起来 现在就形成了这样子的状态嘛 把底下的头再对准一点 正反都看看 差不多对齐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然后呢 现在呢还是手还是得捏着嘛 从中间 这样子 把这另外的两个单位也都打开 沿着它们的中线 这样子 把它们给打开成立体状的 这里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啊 而且还会就是有点 对不准什么的 就是左边的手要hold好就可以了 hold住 那么对这样子hold着 中间呢 其实不需要特别的在意中间的纸层分布的均不均匀什么的 但如果你是强迫症的话就分布的均匀一点 虽然到最后还是会把中间给毁掉 但是呢 可能分布的均匀一点 比较有助于拼装吧 反正就是 然后之后呢 沿着这条边 这样把每个单位都往下折一下 就是加强一下折痕 里面这层和外面这层一起往里折一下 每一个边都是一样 当然了 左手还是要hold住啊 hold住 就稍微意思意思 把它往里折一下之后呢 沿着这一条折痕 把这一小半 这样子往左压住 左边的 hold住 hold住 就是这样 一半压一半嘛 把它给压下来 沿着这一条折痕 把它给压下来 好了 我知道刚刚那段很糊 那我们继续 就是这样子把它给封口嘛 底下要整理的好一点 就是这样 四面都对对称 然后上面呢 继续往上收 沿着第二条折痕把它给往下翻 然后呢 一半压着一半 最后一半的话 要把第一半给拎起来 把最后一半给压下来 这样第二层也就压好了 然后第三层也是一样 之后都是一样 对 一半压一半 第三层就这样好了 可以把它往下按 这样让它巩固一下 然后呢 每一层都是一样 这是第四层了吧 第四层也就是这样好了 按按紧 第五层 好了 头上呢 折到这么小的时候 就没法再继续折了嘛 就直接把它四个都一起捏起来 转 转紧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转出一个小揪揪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十分满足强迫症的一个作品 然而 真正的海螺底下是有一个开口的 那选一个开口 随便选一个 就选这了 现在要破坏这个四面的对称 把它给打开 然后右边呢 里面这个有纸层嘛 把整个纸层往右推 往右和往上推 把它给推过去 这样呢 中间就可以变成中空的 因为上面已经固定好了 所以不用担心它松开或者什么的 然后把这两个边呢 可以弄得稍微圆弧状一点 那么就是这样 中间是长这样的 那么这样就完成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看哦 这个对比 就是这是第一步折的时候三分之一的宽度 这个是就中等宽度 对这是二分之一的宽度 这是三分之一的宽度 那么这个大小的差异 就一点点的大小差异 然后这支呢 是用无印良品的纸折的 也就是说 它的每一个单位 都是7.5乘7.5厘米的小正方形 然后它折出来这么小 它也是第一步的时候 折的是二分之一的宽度 你看这个差别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看这里面有一块白色的 就是说 它的那个中空的地方呢 里面有一小块是那张纸的背面 应该能看得到中间这一小块是 那一面就是没有珠光的那一面嘛 所以说如果介意这个的 可以就是用两面都是同样颜色的 或者说是两面颜色相近的来折 那么这个海螺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或者投影币给我 有任何问题建议 或者对下期想要折什么的推荐的话 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一定要关注我哟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来作品展示 这是婚礼进去吧 好吧不要这些细节